大家好, 焦点视频由心解读的时间 大家仍然见到柔柔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柔柔 我是Mac 今集我们要谈这个, 因为最近我们陆景的时间是8月10日 之前发生了, 网络界发生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YouTube Channel叫微辣 它是一间澳门的媒体制作公司 又有艺人管理, 又有拍过微电影, 甚至是搞很多活动 最近因为有一位前经理人叫阿禁 就是一个轻生, 离世了 离世了的时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情 有公关灾难, 有一些网络讨论问题 所以就着种种的现象, 我们都会讲一下 可以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有几件事值得我们讨论 其实也是一件反思的事 就是, 里面会有一件事 提及到即场欺凌 我简略地说, 为何会有即场欺凌的一件事 会发生在这个阿晶离世的事情里面 因为里面提及到, 阿晶在离开了微辣之后 他曾经做了一个Live 那个Live里面, 说他的前老板六豪指 是哭着挽留他的 好了, 这个Live出了之后 六豪指先生, 他自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出了一个哭的filter的样子 然后就加了一句, 其实我很喜欢哭的 不可能我都知道你是在回应这个直播 你不会无端端这样 但是最吊诡的就是, 其余的一些前同事 都做这件事 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其实有一些so call 的前同事 他只是跟风的 因为你知道网络的世界就是这样 我公司的其他一些人 他们去玩这些东西 我可能傻傻傻, 我什么都不知道 人做我就做, 潮的 但是, 里面会有一些知情的人 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的 难道脱衣服你又跟着他脱吗 一定都会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甚至乎里面大家都会谈及到这个话题 所以整件事的现象就是 有些人就是说即场欺凌 大家就是在欺凌着阿晶这个人 令到他的情绪上都产生了这个问题 简单就说完了 即场欺凌发生在这件事上 当然我相信不止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的 老实说一句 我自己都试过 所以稍后我们去探讨一下 你有没有试过呢 当然有试过 也会有试过的 因为他们会认试不到别人的目标 别人就会觉得你不一样 就会觉得你是异品 而他会连同一些其他都会觉得 我都觉得他好像怪怪的 然后就开始大家去针对你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绝对会是那个人的伤口位置 永远伤口耍炎都是痛的 这样才会看到那个效果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即场欺凌的事 其实很无助的 我表现出来我真的很不开心 又会被人挖 我表现到我不介意又会被人挖 其实你做些什么 你只要不能够那个人的目标 你就是那个问题位置 是的 是的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欺凌的定义 我也是认同的 例如你肯会 即场欺凌可以是就着 因为很多东西而形成的这个状况 可以是他能力低 对不对 有某些同事能力特别低 那么自然 可能有些人会拿来说笑 或者可能有些人就不是能力低了 可能是乱说一些客观的表征 例如他脏 他屁股大 或者是仰衰 大家会经常拿来说笑 或者甚至乎就是可能那个人他本身做错了某些东西 或者某些做了的东西 像你所说的 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疑虑 然后又是针对他 但有时我会觉得不一定是错与对 只要那个人我觉得 例如我吃开饭我不喜欢吃面 他吃面我就会觉得 你这么奇怪的 你吃面的 他就会跟我说很奇怪 他整天都吃面的 那个胃是否消化不了饭 那些人就会附和同意 再作出反应 是的 我也觉得是 所以人与人之间 其实那个连结很奇怪 我是不是真的要把别人说的说话 而买入了那样东西 而去说那个人是真的有问题 很多人都不会在那个人的角度看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吃面 原来他的胃真的不好 那胃不好不是一件错事 为什么会是他的错 所以我有时会觉得 有时去针对一个人 或者欺凌一个人 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合与错 就算他没有做错事 他也可以被人针 就算他是奉公手法 他也可以被人针 所有东西都是大家 去创造一件问题出来 而去给他 即使他是有做错也好 没有做错也好 那个问题是否真的值得 我们要在那里挖苦的位置 是否真的要这么多人 一起去附和这件事 令到我们不停令到那个人的伤口 不停加针 甚至乎离谱不到 是 这一刻我呼吁大家 如果你们有一些被欺凌的经历 而你们又可能说出来会舒服一点的时候 不妨可以在这个影片留言区留下 让大家都知道 又或者是心表同情 违陷 其实是挺可憐 挺可悲的 你有时可能回到家 不想家人担心 你要做个很开心的样子 但其实这个面具戴得很累 是 是 所以可以说出来 或者就是 不知道 可能如果遲些有机会 我会邀请你上来 说我们会把你打架 变声 声音处理 声音处理 都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公开 所以说出来是舒服一点 我觉得真的 说出来好像有个树洞 是 是 但是有时说出来 回到那个位置 它又会跌到那个树洞 所以有时 都是需要为自己 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其实有时 面对职场欺凌 最好的处理方法 是不是转弓 其实我觉得 你转去另一个地方 不代表完全没有 是 除非那个 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 只有你 是 但是总会有些 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言论 有言论的就是有批判观点 不可能每一个人的观点 都完全大家是一样 很难去做到一个 这么共用的位置 是的 是的 OK 到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有一个 分享的环节 是 我自己有一个 小小的经历 我想问一下 我会说出来 我问一下 这个算不算一个欺凌 还是我自己 低能辣 OK 话说 也有十一二年前 当时小弟 就是第一份 正正式式的工作 就是做一个网台工作 前因后果 大概就不说了 尽量把它简短 因为当时 总而言之 就是在那个 网台上面 有一些 疑似利益的问题 令到我们公司的网台 一些监制的大哥 和一些admin的小姐 觉得 你好似在一些 处理利益上的问题 是有问题的 而慢慢就导致到 觉得我的人也有问题 是吧 这个也很正常 是吧 就是说一说 然后我已经感觉到 大家对我的目光 好像有些回避 甚至乎交谈 也不太想跟我谈 但是那时候 你知道小弟 血气方剛 是吧 很喜欢跟人回答的东西 特别是女士 所以我最记得 有一次 在吃饭的时间 午餐时 有一小时 吃完饭 有几个人的姐姐在谈谈 我坐在那个位置 就是他们的旁边 好 刚刚在他们的旁边 他们就不知怎样谈到 吃什么自助餐 有什么海鲜 这件事也很好 那件事也很好 接着 说到某一个位置 有一个姐姐就说 这个不行 我有敏感 接着 我又很勇敢 我又无端端说 这件事我也不能吃 因为有夹壳素 所以我又会有敏感 我一说完之后 那个姐姐 她就 噢 接着全部走开 四散 哇 我真是想找孔娟 好像变成病毒 是啊 我想找孔娟 哇 我看到这些事情 真是 现在我回想起那个画面 我都觉得很惨 当然 你说那个惨 究竟是 在什么层面上的惨 第一 当然我感觉到自己是 不受认同 是不是 还有就是 但是 你又会想 喂 她有这样的反应 我又有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 我说完你们会这样呢 是不是 正正就是刚才 是不是落入了你所说的 就是我变成一个义虑 但是 慘是慘在 我变成一个义虑 不是因为我食物敏感 而是因为我可能在工作上 有一些事情令到他们觉得 以为 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只要他那个位置 撕不到他们 你就整个人都撕不到他们 就否认了我 是的 可能很简单 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最喜欢穿灰色衣 然后就跟很多人说 你是看着我来说 是的 今期原来穿灰色衣是不好的 撕到一群迷信的人 然后就会觉得 又会陷害一些东西 只要把那件不开心的事 加重了那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说 原来他是这样的 是的 这件事是常常会发生 原来他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这句话 其实是 可能回那个人的那句话 很多人没有误瞄 他不会很中容地去想一想 慢着 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他们不会有一个反转的状态 这些就是永远都是后知后觉 如果譬如你真的不够强大的时候 你受到欺凌 不小心吃了隔壳素 继而出现身体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后悔 这个后悔是否大家想 还是纯粹为欺凌而欺凌 为笑话而笑话 这个是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都会很知道 心知道 即场上 大家是否真的吃完饭 想查完饭后一些话题去说 是 还是大家真的会觉得 这个人真的确实奇怪 我们已经综合了这么多的问题 他真的奇怪 是 我当他是奇怪了 那又如何呢 是 他也是人 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DNA这条链都不一样 为何大家一定要是 要分二类奇怪怪弹地去分呢 是 其实那个位置 如果他只有一天 转了位置 到你了 心痛感受的时候 你又会怎样呢 但很多人都会是不记得了 去到对的位置 又有另一个人 那个光亮射了另一个人 你又会去到一个吃花生的位置 是 所以这个无限轮回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通常很多时候 这个欺凌的存在就是 没有一个人 他会很主动地去提出 不要说帮与不帮 而是他会主动提出 是否真的有可能 这个人是否真的有疑慮 这个人是否真的很有问题 还是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没有这个人去提出这件事 而是可能 甚至乎是有一些人 他甚至乎是加把口 我一早都说他是这样的 是的 有个怨言家坐在旁边 没错 但可能他今天才上班 是的 他已经熟悉了你们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 能够形成到这个迹长欺凌 通常都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 是的 那个和就是附和的和 是的 没错 我拋尊引玉 是不是 你的迹长欺凌的经历是如何 我的迹长欺凌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路上 确实真的不太相信 我经常都会不开心 是的 是的 我会经常为了好小事而不开心 然后就在想 其实我做错了些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经常转到那个drama trauma的位置 嗯 经常到自我 但你不会周围和别人说的 我起初是很流行找人谈谈的 哦 但当我发觉当我越找人谈谈的时候 我发觉我去到某些位置 那些位置就会静音了 可能我走进厕所 突然间人会哭哭哭哭 然后我就会 第一次奇怪 第二次奇怪 第三次奇怪 你不会再觉得不奇怪 你就会开始 有些人就会开始 有些人就会开始 用一些很奇异的眼睛 你所说的那种感觉 很奇怪 然后我就会想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我说了些什么 原来我说的东西 人家会用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 去看你这件事 可能我会跟A说 我这样不敢 因为这样不开心 然后A跟B说 B就会说 他不是白痴的 然后A就会觉得 是的 我也觉得他很白痴 初初可能A同情我 然后就会 讲讲讲讲 然后就一传十传百 好像病菌 但回到我那里 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 我会开始慢慢会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跟身边的人去说这件事 我说完之后 其实没有帮助 只会令到我更加 去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是的 所以接着慢慢就不说了 是的 选择不说 因为说出来 他们不会给到一个解决方法 为什么我要去说呢 他们只会加重了我更加不开心的感觉 我跌入那个洞 跌得更深 嗯 可能那些人 可能真的不太适宜我去这样说 但有时 我当初是见人就说 见人就问人就问人就说 嗯 他们又会很愿意去听 但听完就可能会说 哎呀他昨晚又捉住我 说了很久了 哎呀我好累 其实你可以跟我说你很累 是 你又做到很乐意听 但你要跟第二个说很累 我不会知道你很累 是 他心疼的能力应该不会去到那么远 是 是 OK 所以慢慢就是 可能就是 见到 例如有些场合 又有走过来 他就走 走 是 他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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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例如见到你 今天这么精神 肯定是你认识到新男朋友 是 但是原来是 所有神伴的可能性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想看你何时再PK 是 是 是这样的 所以变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 继续去跟别人说 原来我分享完之后 其实我是纯粹那一下舒服 而不是我真正 去 觉得是真是 放松 这一下舒服 换来之后的沉重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会这样想 嗯 好了 我从另一个角度 又再去了解 欺凌这件事 你知道 如果我们站在对家的层面上 有些人就会觉得 一定是我欺凌你 你不反省一下 是否你有问题 是吧 是 很多人都会这样 是吧 就是 你想想当日 你是不是有些问题 如果你懂得处理一些 我们不会散开 是吧 如果你不会跟别人说 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 是吧 但是好了 这条界线 究竟是怎样触摸 我们先讲自己的层面 是吧 我们自己又去怎样理解 自己有没有问题 是否应该被这样对待 嗯 嗯 我会觉得 如果当你被人认同为二类的时候 你去质疑自己 我是否真的有问题 其实你已经跌了去 偏向一个位置 是我有问题 所以我才要去反思 这个问题 而你不是站在中庸的位置 嗯 因为其实有些人 觉得你有问题 可能是工作上 有时候工作上的事情 有问题的话 无可厚非 你只是要去探索一下 如果说到你个人有问题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不跟你做朋友便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在说 你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 最珍灰色衣服 最珍灰色衣服 塞灰色褲 是 那我不看 是吧 我没错 我不看你便可以了 是 我明知那样东西我不喜欢 我还要继续看 继续看 其实我在挑一个故事出来 嗯 去派给大家看 是 然后让大家说 是啦我都觉 嗯 但是其实 我想过 如果那个人我是不喜欢的 我不看他一眼 一眼都不看 有什么问题 是 就算大家上班见到 上班就是上班 完了 不要出来吃饭 不要玩 那就完 是 为什么一定要所有东西都要有连结 有关系 一定要是 跟你做不到朋友了 做不到朋友 就要 怎样怎样 我觉得 太苛刻了 如果你听完我所说的 微辣这件事 那个环节 你觉不觉都算是 即场欺凌的一种 其实只要有一方 是因为大家而感到不开心 或者不是大家 一个人而不开心 而那个不开心 是因为你的言行 言语 令到 误会也好 真实也好 其实都会是一个欺凌 因为那个欺凌的定义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只会觉得 因为你这件事 令到我不开心 我睡不到 我甚至要看精神科 嗯 就算中间有误会也好 或者是真相也好 其实这件事都已经构成了 一个思想上的影响 嗯 坦白说 如果 作为这个当时微辣的一些 员工 艺人 或者他老板 可能他都自己 alert到 意识到 喂 这个filter 其实根本是 别有一些用意的时候 首先第一句 就是不应该做 但是如果他做了 他知道 是有一些用意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是应该跟阿晶说 喂 不好意思 其实是 因为你伤害的 不是大众 不是普罗大众 是正正是你身边的人 为什么你不是对着你身边的人 说 对不住 或者中间有些什么 误会 不是大家坦诚地去说 而是你要这样去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出来 如果受害者出来 和大家说 其实大家都是误会一场 可能感染力会大些 是 还有我会觉得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 先知先觉很重要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我现在的情绪 很想做 做完很开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我做完之后 我要承担那个结果 你能否承受得起 所以我觉得 每一样东西 你都要有一个位置 就是我做这些事 我会产生什么结果 而那个结果 我是否真的承担到 如果你承担不到的话 你创造那么多不必要的事出来 其实到头来 其实这些事都是回到你的位置 是 如果我这样去想 例如说 我今天我是欺凌别人 他日可能我是受报应 我不是应该又要这样去想 其实没有说报不报应 但你可能会有一种 提心电弹的感觉 我这样对别人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很享受这个位置 但可能回到头 我很怕自己有一天 成为这个位置 所以我要一直去这样做 嗯 都可能有机会有一个心态 又或者可能他根本自己很渺小自己 是 他要拿很多这些这样的不同的感觉 令到自己好像越来越大舊 越来越大舊 就好像觉得 嗯 我有重量的 原来我是存在的 那个存在力很强 有机会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存在力 你是不停地索取别人 而不是你自己发光发亮的时候 其实你伤害了很多人 所有人都会遍体伦伤 嗯 跟讲大话一样 我觉得 讲大话就是永无止境 你一直讲大话 你要记得自己讲大话 没错 真的 所以这一样都不好 好了 我又再从另一个角度去说 假设我们并非被欺凌那个 亦都不是欺凌人那个 但是我们是在吃花生的那个 对吧 即场上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应该 例如阿强 在欺凌大文 我就跟阿强说 不要再这样做了 你这样做是很坏的 大文我保护你 然后那个Sport就会射到他 对了 没错 两眼灯射住他 第二天开始就轮到你了 对了 带你上位了 对了 但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纯粹就是 如果像你所说 就是好像这样想 好了 我们保持正能量 我们尽量不要理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其实只要 线封点火那个 得不到任何人的附和同意 其实这件事 就不会画到那么大个圈 可能你跟我说 灰色衫灰色鞋 真是很不得你 对了 原来你是欺凌的高手 被我捉到了 三人加上三灰不好以头 他想邪死你 那些 你便说是呀 那你就强大了 然后到第三个 强大了再强大 那些附和的人 其实会令到那些东西越来越大 他就变成一个恰动 其实吸入都会随时出事 其实吃花生的人都会震着手 不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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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害怕这些东西 害怕自己不合群 而形成自己变成奇离怪 但是 当有时我们可能 大部分人一起 他说了一件事 我不是 我对灰色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他就 那件事可能发大一点 他就会发小 不会去到那麽伤害性 那麽大 所以这一个 其实都很讲 你自己的体位在哪裏 你的中容位置 其他在哪裏 可能有机会 吃花生的 迟早都会变成一个 被招牌射住的人 但是 你是不是真的 因为要害怕这件事 所以 而你都去伤害他 哪怕有一天 如果真的这样 硬灯蛇中你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会心同感受这件事 但是 其实发觉 我多时都不会 只要不是我 不要是我 不要选我 不要选我 所以 其实很难 一班人的时候 很难大家 像大家搶椅子那样 不是你死就我活 有时 是否真的需要做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 如果看这一集的观众 你们是有被欺凌 或者你们是在欺凌人 甚至乎你们是在吃花生 看着别人开扁 那些 不妨可以 可以 退后一步 細心点想想想 在一个中庸位置 看清楚这件事 而不因为我想娱乐 而想害到其他人 很重要 没错 因为 例如在今次自杀的事件来说 大家都会看到有时 伤害的人 其实几句说话 一个post就已经做到 是的 其实白刀有几里 没有人知道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是的 没错 所以 希望可以给到一些正念给大家 这个 这个叫做 微辣的事件 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层面 可以探讨一下 这次我们就讲这个 即场欺凌 下一集 我们挑战 这个联灯的底线 我们讲网络欺凌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大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祝匡 词曲分子